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的10月7号星期五 我们就来继续聊聊菲律宾的事 昨天碰到一个事非常的过火 直到现在我这活还没下去 小心脏还一直突突突突突突突撞的 你知道吧 什么事 昨天回家的时候,途经必经之路的时候 碰见一个奇葩的人 我们这条路 我回家必须要的这条路 首先来说 然后这条路是一个公共道路 然后挺宽的,也得有五米宽 两边有很多的民房 左边主要是apartment 就是好多菲律宾人盖了apartment的出租用的 右边是很多的带院子的那种的独立的小房子 然后正因为这种情况 所以很多人都养狗 对吧 看院子嘛 少的养一只 多的四五只的都有 要养本地土狗的 也有养一些什么德木 什么拉不拉多的也有 我回家这条途经之路的右手 有一家就养两条非常好玩的狗 一个拉不拉多 一个金毛 这俩狗什么特点呢 就是拉吹溜的时候 他们家主任拉吹溜的时候 你要碰上这两只狗 跟他们随便搂 随便搂这两只狗特别的友善 但是这两只狗一旦关回他们家的院子 即便他平时见过你 就是他也会跟你叫个不停 就是他那种看家的意识 或者领地意识特别的强 这个养狗 人都知道对吧 狗就是这种东西 要不然你为什么养狗呢 昨天我回家的时候 从这家门口过 这俩狗就跟我狂交不止 然后我跟他们默默了 掰了掰手打个招呼 就赶紧说要走 其实走过去 那俩狗不就不叫了吗 结果呢 这个当口啊 从这个大陆的左侧 那个怕他们就窜出俩菲律宾人 一男一女 一看就是两口子 岁数也不小了 就得五十多了 那女的呢 没窜得太近 大概呢 离我得有两米多的距离 那男的直接就蹭我跟前来了 然后呢 蹭我跟前一点也不客气 直接对我胸口就 咚来了一圈 然后呢 还说这句话 让我滚蛋了 回走 我当时有点懵逼 你知道吧 但是我也没动了 就是因为事发突然 我就又愣住了 就是虽然挨了一圈挺他妈疼的 但是有点懵逼 愣住了 然后呢 他就马上跟我说一句话 又说一句什么话 他说你会英语吗 我说我会 那说明他知道我不是菲律宾人 我是外国人 他就跟我说 你以后不要再走这条路了 这条路不允许你走 如果你再走这条路的话 我就拿枪 咻咻咻你 我就他妈懵逼了 为什么这条路 我来这儿就一直住在这儿 就没搬过家 在这儿得有七八年了吧 一直走 从来没有碰见过这样的事 更没见过这个人 然后呢 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路是你们家的私人道路吗 因为我知道菲律宾人 对吧 人家私人道路 人家就是有权不让你走 你要走人 私家道路里面 人家就沿袭美国那套东西 承包法案 人家就是可以合法的打你 这没问题的 但是他的回答呢 特别逗逼 跟我说 不 这是布拉盖的 布拉盖委 就是公共的这个村里公共的道路 我说那村里公共的道路 我为什么不能走呢 我没有这个自由在这儿走吗 然后呢 他的神奇逻辑就来了 他跟我说 因为你从这儿走 或者你其他的陌生人 从这儿走的时候 对面那两只狗就会狂叫不止 他们俩一叫 我心里就不舒服 我心里不舒服 就很焦躁 所以呢 为了不让那两只狗叫唤 就不允许你们这些陌生人 从这条路上去走 卧槽 我听完以后 我都懵逼了 真的 卧槽 你他妈活了 也快六十了 你是傻逼吗 你们家邻居的狗叫唤 你们家对门的狗叫唤 对吧 你对他的狗有意见 你是不是应该找他商量啊 你不能因为他们家的狗叫唤 对吧 有陌生人从这儿过 你就把这锅甩给陌生人头上 从那条路上走的人的身上 对不对 你应该找你对门去商量这个事 问他能不能把狗控制住 要不然叫一下这个狗 要不然呢 你让他给你点赔偿 对吧 因为你听了很烦 你心里也不好受 你他妈不能说 那俩狗叫唤 你就把路给堵上了 要不然你就把这路买下来 变成你私有的 你设个杆收费都行 对不对 那你不能说 这你不让人走公共道路啊 我操这太牛 太牛逼 我觉得都不是牛逼 他傻逼到几点了 这菲律宾人你知道吧 怎么会 他们有这种想法 那我一听这个 我就觉得 要有神经病 我没理的 然后我就把 那键门把他顶开了 我该走我的路 走走路 那没办法 我不走这些路 回不了家呀 然后结果他在后面就骂我 滚回韩国去 啊 然后就骂 哎呦 行明白了 怎么回事 呀肯定跟韩国人有矛盾 然后呢 他以为我是韩国人 然后呢 就接这狗的事来找我的茬 这臭傻逼 真的哎 当时呢 就是就怒气质已经上来了 但是呢 我还没没那么特别的发作 因为事发的挺突然的 还反过来 就是还没撞过来呢 然后到家 他们一想 他们挺欧气的 你知道吧 挺窝火的 卧槽 真他妈傻逼 你他们有事 狗对你对门狗叫 你站对门去 别找这过路的人 后来呢 回家以后啊 昨天我又观察了一下 他还真不是拦我一个人 要拦我一个人呢 我还就 真挑战挑战下去了 我发现 他不但拦人 从他们家门口过的 野狗也好 还是别 就是不是还有别人 晚上遛弯 或者遛狗 也从门口过嘛 他都拦 你要不听他的 他打你的狗呢 这种傻逼 我还真是 第一次在菲律宾见到 就这个类别的 傻逼万千种 就是傻逼菲律宾人万千种 我知道 这种类别的 我今天这种类行动 还第一次见 当然了 很多菲律宾人还是很不错 很友善的 但是 那些傻逼的类型里面 这种 我还是第一次见 妈的 气死我了 等了 就跟大家聊这吧 没想到再继续扯到菲律宾的事